今天我们要成为真正的创世神 我们要来创造地球 哈喽大家好我是鬼鬼 今天我们来玩一个特殊的模组包 它是宇宙IO 我们要在宇宙上创建出一切 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就是 什么都没有的宇宙空间 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到 这个游戏的目标就是从无中生有 截取任何可用的资源来创造我们的地球 甚至是整个世界 包含了宇宙各种的星系行星 这个是它任务的主界面 它有一些前置的说明 我们先获得 它这里有一些不同的货币 铜币银币跟金币 这个看起来是可以跟村民做交易的 有一些宇宙的贸易战吧 得到一个特殊的石板 这个石板是传送门 之前我们有试过 可以开启任何坐标 来看一下我们的任务该怎么进行 哇哦 元素周期表 这个我们先不要看哦 现在看一下主要任务 这边有一个惊叹号 为了获得胶子 不同的垮克还有电子呢 我们要用虚空收割者来挖掘什么都没有的方块 这边还可以获得闲者知识 还有一块钱 我们地上到处呢 都是这个什么都没有的方块 这其实就是宇宙 我正在站在宇宙上 那这个 我挖掘掉了 获得到了一些神奇的 什么都看不懂的 某种化学物理元素之类的东东 哇它这边是无重力的 我一跳一跳 好高哦 而且我刚刚挖的地方在哪里 不是无重力吗 我还是会摔伤 怎么还是会痛啊 这边得到胶子 下垮克 电子 还有上垮克 OK我们复杂的任务线要继续了 这边都获得一块钱 好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需要做点什么 接下来要获得子子 两个上垮克加一个下垮克 另外还有中子 一个上垮克加两个下垮克 垮克之间呢 还要用胶子结合在一起 但是这个是三尺上的合成耶 我该怎么合呢 没有错 我们有闲者知识 这边可以来合成我们需要的子子 还有中子 完蛋 这边好像有很多物理的东西耶 没关系 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这个宇宙的奥妙 接下来要再继续来合成 原子 电子子子加中子 会等于原子 让它们结合在一起 获得了 这世界上的第一个原子啊 接下来我们要获得第一个元素 是氢 氢要怎么获得呢 我们必须对什么都没有的方块呢 用虚空挖掘稿 哦 掉东西出来了 这个是什么 我得到了AVC 这里面什么都有 我们外面都是什么都没有方块 但是就这个虚空收割 把它改变了 它这边变得什么都有 但是这个方块呢 我们直接挖掉呢 倒是不能获得特别的东西 那总之先把我们刚刚获得的原子 把它分解成 氢元素 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元素周期表了 Oh my god 再来是 氦 这边还附赠了一张元素周期表 哇哦 非常的详细 有放射性的 这边也有显示了 这里的氦需要两个氢 这算分解吗 还是把它结合在一起 我们得到了氦 接下来我们要创造 氯元素 一个氢加一个氦 就变成氯 真的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 我文组的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获得的是 贝 一个氢加一个氢就变成贝了 OK 这边继续可以获得的是 蓬 诶 我们这个元素真的可以这样一直的合成下去吗 蓬也是在加一个氢就可以合成 这个氢怎么那么神奇啊 什么都可以合 然后好像有点不同的东西咯 这边我们要找到的是 重力 而重力呢 就是由这三种元素来合成的 我们获得了 G 哦 重力 解除 诶 还是可以飞很高啊 我们的重力刚刚是已经解除掉了 但是我这样子会摔伤吗 不会了 我已经可以控制重力了耶 随时控制重力 那看接下来我们可以创造地球了吗 没有 在那之前呢 我们要先有一个 猩猩 这个星体需要氢跟氦 还有我们的重力 就可以获得了 一颗猩猩 就在我手上 这是可以放置出来的吗 哦 什么东西 星星炸出了粉尘啊 宇宙的尘埃 这是这种行星大爆炸的尘埃啊 我们使用之后就可以发现新元素 哦 好多东西哦 哇 我们常见的元素都在这里了耶 哇 我们先把它获得起来 哦 好多好多好多 这个元素周期表 要收集齐全了 然后创造地球 我们需要八种元素 我们缺少了星还有细 看来我们需要再一次的行星大爆炸 去吧 OK 再来 这次的粉尘比较多 我们刚炸一个比较大的行星哦 八种元素加上重力之后呢 就能创造出地球 有了 Home Swiss Home 我们要回家了吗 哇 我们在这宇宙浩瀚无敌的地方 地球就是那么小小的一块哦 那我们真的可以进入吗 来了 回到了主世界 真的是地球啊 哇哦 这个 哇 这个是 诶 为什么在地球有看到另外一个地球呢 这边还有别的地球 这太阳嘛 好大好近啊 来到地球之后呢 获得一个大金币 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了 原始时代 我创造地球 但是我们的文明发展 还是要从木头跟火焰开始创造起吗 但是这里的原住民会不会有点太多 这里的原住民好像 哦 哦 他的箭矢我直接弹开 哦 诶 这个原住民 哦 被炸飞了 等一下 这里的原住民有点凶啊 说好的重力呢 哇 我刚刚箭矢 完蛋 创造神要死勒 装造神 这里的原住民 都变骷髅了 还这么凶 好啦 我变成幽灵了 我们要去捡我们的尸体 可恶的原住民 诶 哇 这还可以扁他诶 但是我刚刚幽灵状态比较好 我要去 我要去 开我的坟墓 虽然其实也没什么东西 有了 我的元素 周期表 一轮都拿到了 诶 我的地球变两个了 我有两个地球 我突然创造出两个地球来了 受死吧 诶 我一直飘诶 我的重力 诶 解除了 好 有重力才行 好 这样我的重力应该变正常了吧 但是 他们好像不对劲 我获得了木灰 好 有一群僵尸来了 原住民们 我这稿子 好像也还 还行呢 敲个五下 还是会死吧 但是原住民越来越多聚集过来了 诶 糟糕 我们应该是不需要腐肉吧 我们现在目标是要挖到 木头啊 但这世界 没有白天吗 为什么来的时候就是晚上呢 还增加了死亡的姿势 这些元素就不能让我合成出补血的东西吗 增加一点铁子能不能补血 好了 总之趁现在天好像快亮了 我们来挖树吧 可是我没有斧头诶 哇 这是要剥皮的 这个树的粗度我们需要剥 七次皮的样子 有了 树倒咯 OK 赶快获得我们最重要的原木 但这里的树好像很少 我们再把它种回去好了 之后我们需要先 以至用火 但是要做出萤火还需要一个煤炭诶 那代表需要往下挖咯 总之我想先回来一下 然后把我们的元素 全部收一收 不然这个太多什么都装不了啊 有了 我们直接进入石器时代了 没有问题 我们看只用耳软石做熔炉烧一点木炭就可以了 我们万能创世神有大量挖掘的能力啊 而且我们这个稿子的效率还真高 不怪是虚空收割者 没有问题 我们带回一大堆的资源 那我们马上来做出一个熔炉 嗯 啊我们的熔炉呢 怎么做不出来 蛤 压缩石 哪来的这个玩意儿 这是什么 平滑石头 经由酸液来转换 怎么感觉很遥远的东西啊 看我们需要神奇的元素了 这边八个碳原子吗 可以合成煤炭 好的我们为了在史前发现火呢 我们要先来炸三个行星 让它们大爆炸 来吧 没想到这个煤炭得来这么不容易 经过那么多行星的爆炸才能获得一小小的煤炭 那总算我们的史前好朋友终于发现了火焰啦 点起篝火 加油了 我们有一个温暖的效果 在这里终于可以恢复取暖了 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食物可以吃过的怎么那么惨 好的我们今天创造地球也发现了火 我们今天算是一个试玩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从零开始发展什么都没有的宇宙尘埃中呢 蹦出了一个地球 发掘地球各种资源来继续让时代科技的进步 是一个蛮神奇的一个模组包哦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系列的话 我们才有办法继续的更新下去了 所以想要看到下一集的话 别忘了按个喜欢支持一下啦 我们下次见 大家拜拜 拜拜